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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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通的基辛格 推动美中关系是他外交生涯的重要成就之一 1971年7月 当中美两国仍然未建交 基辛格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 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飞带北京 获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 被指促成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在第二年访华 扭转中美冷战局面 这一次的破冰之旅 基辛格也有同行 作为美国最早访华的官员 他不时发表有关中美关系的言论 曾经说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中两国能不能够和平相处 12年前以88岁的高龄出版《论中国》一书 尝试从历史角度理解中国 触见他对中国的认识 基辛格在美国其他外交政策也都发挥重大影响力 主张军事外交 冷战时期主张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 在中东问题就始创穿梢外交 触见他灵活的外交手腕 基辛格也都是结束越战的美方主要谈判人物 1973年因此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基辛格1923年在德国巴弗里亚犹太人家庭出世 年轻的时期见证纳粹政权崛起 他在1938年即二战爆发之前 同家人移居美国 二战期间入五服役 1954年获哈佛大学颁发哲学博士学位 之后加入政府工作 1973年正式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 先后获尼克逊和福特两任总统赏息出任国务卿 福特曾经赞扬基辛格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他身前成立的基辛格协会说 基辛格星期三在康列迪格的寓所离世 享年一百岁 无线电视记者杨吉尔报导 在北京 外交部表示 中美要继承和发扬基辛格的战略眼光 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 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是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他长期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发展 先后百余次访华 被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做出历史性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就基辛格博士逝世 向拜登总统致宴电 对基辛格博士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 向其家人表示慰问 中国驻美大使 这封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基辛格 说对基辛格小小感到震惊和悲痛 对他的家人自以罪深切哀悼 又说他的离世 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巨大损失 说历史将会敏记这位百岁老人 对中美关系作出的贡献 这位最值得尊敬的老朋友 将会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那转看看 明外医院发生致命事故 医护人员送一个男病人 去深切治疗部期间 氧气增气阀没有开五分钟 病人最终死亡 涉事的79岁男病人 过往曾经接受胃培养和小肠气手术 亦都曾经多次因为抢阻塞问题入院 他原定星期三做眼科预约手术 明外医院说 病人星期二早早情况转差 血氧饱和度下降 医护人员怀疑他急性抢室 大约早早11点10分 将他由眼科病房转往深切治疗部 期间病人血氧饱和度再次下降 医护人员立即尝试加大氧气供应量 但五分钟后到达深切治疗部的时候 才发现氧气罪的气阀未有开启 立即安排供应氧气并且插后抢救 但病情持续恶化 最终是中52点50分离世 由立法会议员批评事件不可以接受 由一个病房转去深切治疗部的病房的时候 提供一个足够氧气给他 这个程序相对 说要插后其他情绪相对简单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连气阀都没有开启 一路加大氧气其实那个病人接收不到 对我们市民病人来说看到这个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都出错的话 令到我们的信心是很大受影响 原方将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事件并且检视病人运送流程 个案亦都交由死因裁判官跟进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原方对于病人离世致以深切慰问 说在转送深切治疗部过程 血含氧量急跌一成半 又说发现之后发现病人腸内有菌 我们知道这个转送的过程虽然短 但是都关键的 也都带同了很多心脏和肺部氧化的功能的一些监察仪器 我们的转送的医护团队就留意到 伯伯的养的饱和量就由94个百分比下降到80 于是就加强了随着病床 跟着伯伯一起去运送的一些叫做氧气储存瓶 加大了它的流量 是不是没有氧气输送是一个很关键性的原因 现在这个氧气是一种补贴 就不是唯一的一个生命维系的一个唯一的举措 在做这个插合的过程 同时就发现了它有很多嘔吐物 而且是发觉是有点异味的 第二个发现就是在它的血液 就是种植了一些菌 就发现有两种种到出来的一些 是跟长度有关的一些细菌 我们都通知了家人这些新的发现 医管局说在运送病人的时候 负责的一名眼科医生 和两个病房资深护士 年质都是超过10年 会继续上班 事件已交由专责委员会调查 如果有人没有跟随程序会再跟进 始终好像阿威医生说 都是一个短时间发生 很多一些事实上的事情 我们都要少时间去厘清 在那里我们去跟进相关的事情 我在这里也都向大家说 如果有同事真的在这个程序方面 是做得不好的 我们会根据人事的程序 去处理同事的表现 这里希望大家明白 访港的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 为航天工程展揭幕 团长希望透过展览 鼓励更多的港人追谋 一二三 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 访港的第三天 代表团团长林西强 四个航天员 辰十四指令长陈东 辰十二刘百明 辰十三黄亚平 和新十五的张陆为航天工程展展展彩 让广大香港同胞 更多的了解载人航天 参与载人航天 激发公众 崇尚科学 探索未知 追逐梦想的热情 我希望这次展览可以启发香港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兴趣 把好创科知识的根基 努力追寻航天梦 一班太空馆少年太空人 能够和航天员零距离 他更趁机向黄亚平送上香港手信 来自太空馆的一张明信片 上面是一幅月亮 是3D的 其实都挺漂亮的 所以我希望他会喜欢这份礼物 我之前就觉得这些航天梦 是非常之虚无缥缈 但今天我可以亲眼见到他们之后 我就令到觉得这个航天梦 并不是一些不可以实践的东西 航天工程展星期五开始 开放到明年2月中 为科学馆和历史博物馆同步展出 展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的历史 有多组展品 包括神州飞船返回仓 中国空间站的模型 还有航天服和珍贵手高等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代表团下午转到科大 校董会主席沈向阳 校长叶玉鱼等科大高层迎接 航天员将会和大学三闭门交流 不知后会再去到理大和师生会面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港股的表现 恒生指数收市报17,072点 升49点 总成交超过1,391亿 最会约港股收市价 腾讯控股升10元 阿里巴巴升5线 微屯升1.5元 恒生中国企业升4.2元 有帮保险跌1.8元 刑付基金升6线 比亚迪股份跌1.8元 九龙仓集团升4.8元 小米集团升1.4元 理想汽车跌6.7元 南筹股汇丰控股跌3毫 有帮保险跌1.8元 中国移动升8毫 港交所跌2.4元 中华煤气升7线 恒生科技指数报3899点 跌10点 而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3点 巴黎剑指数升9点 德国DES指数升24点 其他消息 房屋处加强打击南庸公屋 向首批8万8千个租户 派资产申报表 追迟今天交回 房屋处处长罗淑佩话 考虑提供奖赏 去鼓励举报南庸 房屋处规定公屋住户 每两年申报一次 是不是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等等 首批8万8千个住户 仍然有大约1成5人未交 房屋处处长罗淑佩提醒 最迟今天要交回 而当局或者会以举报为主导 打击南庸公屋 只是认真考虑 是不是提供金钱等的诱因 因为我们都听到有些意见 就是说不要鼓励了举报文化 人们难以说 是不是要互督 一间公屋真的可以帮到 有需要的市民 所以我们不会是一个 很大的奖赏 可能是一些鼓励 但是我们都会参考 譬如说警方都会有 好市民奖那类的计划 还有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要具名的一个举报 你藏在暗处去设 我们都不会鼓励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们都要以能够提供到资料 令我们成功收回房间 这样才为之是一个成功 公屋居民又怎么看呢 不是说钱的 是一个公民的叫做什么 公德心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有没有责任 去提醒政府去做些东西 如果是长期霸用 公屋的资源是不对的 那你有需要 作为低下层才需要用公屋的 你富户就不需要了 对吧 公屋的资源是给有需要的人士去用的 我不会有 我不会这样的 就是我这些不关自己的事 自己不会的 是不是说先 自己这些事情麻烦而已 这样贪这些没用的 始终你自己都不开心的 是不是先 他到我没仇 你贪人这些事情没用的 新建防卫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 赞同鼓励举报 实名上面我觉得第一就是可以防止到恶意的举报 第二也都可以将这个小鼓励可以给到真的举报 商举报的市民 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你问我一个样板也好 或者一个叫做无范也好 就是以后大家看到这些满用工的情况都不要去咬引 目的并不是真的为了那块钱的 就是真的有一种对这个不公平的现象的发声 所以你说就算不是最后不是一个金钱 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叫纪念品 奖牌或者奖状都好 我相信也可以鼓励到 就是在知道一些满用工的情况 而去挺身而出去讲出来的一些市民是作为一种鼓励 他又认为房屋处可以同时加强抽查的密度和次数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房协位于关塘安大神道发展区的资助出售房屋项目 朗健今天喜接受申请 有市民去到大坑房协办事处 拿申请表和相关项目资料 朗健位于安大神道发展区安庆街 提供422伙单位 实用面积大约303到658平方尺 包括一房到三房的单位 八成是两房单位 以市价62折推售 平均尺价是8916元 最便宜的单位大约255万 最贵的一个三房单位超过645万 申请资格参考防协防委会的居屋 而陆博表比例维持4、6比 即日开始到下个月13日接受申请 可以经网上亲身或者邮寄递交表格 预计明年第二季选楼 第一节最新消息 第三季公屋平均伦后时间5.6年 比起上季5.3年微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黄毅 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 巴尔问题高级别会议 强调炮火下无安全区 不中方提交立场文件 重新寻求政治解决 落实两国方案等5点建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就敦促在加沙实施真正的人道停火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举行高级别会议 讨论加沙局势 中国在这个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黄毅主持会议 炮火之下没有安全区 放任战事延宕 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就以史诗级来形容加沙目前的人道灾难 他欢迎各方争取现场暂时停战 但强调加沙需要的是真正的人道停火 出席会议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外长马纳基说 以军是加沙的行动并不是单纯的战争 而是大屠杀必须停止 以色列驻职联合国大使埃尔丹就说 以色列容许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加沙 反映以方珍惜生命 但强调只有支持以方铲除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的恐袭能力 加沙局势才有望改善 皇外会后说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中方提交中国关于解决巴勒冲突的立场文件 要求案例会落实重启两国方案 在联合国主导和组织下 尽快召开大规模 根据权威的国际和平会议 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哈萨克有旅馆发生火警 央城13个人死 不包括俄罗斯和布斯别克人 在最大城市阿拉木陶 大批警察和消防员 在火警现场拉起封锁线 旅馆部分玻璃窗碎裂 起火旅馆有三层楼高 据报地下室是清晨近六点起火 当时旅馆一共有72人 当中59个人安全撤离 当局说大部分遇难者是当地人 另外有四个死者 分别是来自俄罗斯和布斯别克 死因是吸入一氧化碳中毒 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 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 成功繁殖出21条红手鱼月苗 令到这种频临绝肿的鱼数量 一下子增加超过三成 这21条红手鱼刚刚枯发出来 长度只有8毫米 今次是澳洲海洋生物学家 第二次成功在人工环境下 令红鱼妈妈产卵 而且数量比上一次更多 令全球红手鱼的数量由原本不够70条 一次过增加到接近90条 为保育工作带来希望 红手鱼在200年前被第一次发现 它们只生活在塔斯马尼亚东南部的珊瑚礁 数量一直很少 并且近年逐步下降 红手鱼面临的最大威胁 是当地海胆数量激增 海胆会破坏海带 而海带的底部正是红手鱼产卵的地点 如果鱼卵不能够依附在海带上 生存的机会就极低 至于海胆数量上升的原因 就是捕食海胆的龙虾被过度脑部 为了保护红手鱼的棲息地 塔斯马尼亚大学和商业潜水员协会合作 进行了多次清除海胆行动 在水族商出生的红手鱼 被圈养一年后就会放归野外 它们的寿命很短 只有5到8年 繁殖的机会有限 塔斯马尼亚大学希望再进行 更多人工培育 无线迪士记者昨天三博到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爱用家叫 房屋储加强打击男用公屋 向第一批8万8千个租户派资产申报表 最迟今天交回 房屋储处长罗淑佩说 考虑提供奖赏鼓励举报男用 房屋储规定公屋住户 每两年申报一次 是不是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等等 首批8万8千个住户 仍然有大约1成5人未交 房屋储处长罗淑佩提醒 最迟今天要交回 而当局或者会以举报为主导 打击男用公屋 只是认真考虑 是不是提供金钱等的诱因 因为我们也听到有些意见 就是说不要鼓励了举报文化 别人难看着说 是不是要互睹 一间公屋真的可以帮到 有需要的市民 所以我们不会是一个 很大的奖赏 可能是一些鼓励 但是我们都会参考 比如说警方都会有 好市民奖那类的计划 还有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要具名的一个举报 你藏在暗处去设计 我们都不会鼓励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们都要以能够提供到资料 令我们成功收回房间 这样才为之是一个成功 公屋居民又怎么看呢 不是说钱的 是一个公民的公德心 就是你有没有责任去提醒政府去做些事 如果是长期霸用 公屋的资源是不对的 你有需要作为低下层 才需要用公屋的嘛 你富户就不需要了 是不是 那公屋的资源是 给有需要的人士去用的嘛 我不会有 我不会这样的 就是我这些没有关系的事 自己不会的 是不是这么说 自己这些事情麻烦而已 这样的贪人是没用的 始终你自己都是不开心的 是不是 他到我无仇 你贪人这样的事情是没用的 新建防卫会委员的立法会议员梁文广 赞同鼓励举报 实名上我觉得就有 第一就是可以防止到恶意的举报 第二也都可以将这个小鼓励 可以给到真的举报 商举举报的市民 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你问我一个样板也好 或者一个叫做模范也好 就是以后大家看到这些满用工的情况都不要去 捱引目的 并不是真是为了那块钱的 真是有一种对这个不公平的现象的发声 所以你说就算不是最后不是一个金钱 是一些可能是一些纪念品 奖牌或者奖状都好 我相信也都可以鼓励到 就是在知道一些满用工的情况 而去挺身而出去说出来的一些市民 是作为一种鼓励 他又认为逢屋处可以同时加强抽查的密度和次数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明外医院发生致命事故 医护人员送一个男病人去深切治疗部期间 氧气增气阀未有开启5分钟 病人最终死亡 涉事的79岁男病人 过往曾经接受胃潰痒和小肠气手术 亦都曾经多次因为抢阻塞问题入院 他原定星期三做眼科预约手术 明外医院说病人星期二早早情况转差 血氧饱和度下降 医护人员怀疑他急性抢室 大约早11点10分 将他由眼科病房转往深切治疗部 期间病人血氧饱和度再次下降 医护人员立即尝试加大氧气供应量 但是五分钟之后到达深切治疗部的时候 才发现氧气增的气阀未有开启 立即安排供应氧气并且插喉抢救 但是病情持续恶化 最终是中52点50分离世 有立法会议员批评事件不可以接受 由一个病房转去深切治疗部的病房的时候 提供一个足够氧气给他 这个程序相对 说要插喉其他程序相对简单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连个气阀都没有开 一路加大氧气 其实那个病人是接收不到 对我们市民病人来说 看到这个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简单的程序 都出错的话 令到我们的信心是很大受影响 原方将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事件 并且检视病人运送流程 个案亦都交由死因裁判官跟进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军报道 治愈医院管理局就说 运送病人的时候 负责的一个眼科医生和两个病房 疏心护士年支都超过10年 会继续上班 而事件已经交由专责委员会调查 如果有人没有跟随程序 会再跟进 始终好像阿威医生说 都是一个短时间发生 很多一些事实上的事情 我们都要少时间去厘清 在那里我们去跟进相关的事情 我在这里也都向大家说 如果有同事真的在 这个程序方面是做得不好的 我们会根据人事的程序 去处理同事的表现 这里希望大家明白 转讲一下立法会 通过《侮约速力议员》议案 要求当局加快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安劳规划 大湾区安劳条件是十分成熟的 是解决香港社会老龄化问题的出路 很期望在未来 如果跟内地达成一些协议的时候 如何可以透过网上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将内地这些可以供港人 选择的院舍 可以详细 说到给他们听 为了减轻政府 未来的财政压力 中产人士的安劳养老问题 当局也都必须要正视 鼓励港人北上养老 我们这一刻提 主要比较对的都是 中山、佛山、广州和珠海 在推动跨境养老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解决香港养老的挑战 其实对于大湾区的发展 他们的养老事业 都会带来好处 国际方面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逝世 享年100岁 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 有重要影响力 曾经在70年代 推动中美建交 被视为是中美关系的见证人 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对基辛格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 向他的家人表示遗民 被中国视为老朋友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最近一次访华是在7月 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 当时基辛格刚刚过了100岁生日 一百多次到中国来 这两个一百 合成了你这一次 具有特殊意义的方式 推动美中关系是基辛格外交生涯的重要成就之一 1971年7月 当时中美两国仍然未建交 基辛格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 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 以肚痛做借口 离开宴会场地 秘密飞带北京 获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 被指促成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 在第二年访华 扭转中美冷战的局面 这次破冰之旅 基辛格亦都有同行 为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奠定基础 作为美国最早访华的官员 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和关注美中交往 被称为中国通 他曾经表示人类的命运 取决于美中两国能不能和平相处 12年前 以88岁的高龄出版《论中国》一书 尝试从历史角度理解中国 触见他对中国的认识 基辛格在美国其他外交政策 亦都发挥重大影响力 主张军事外交 冷转时期主张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 在中东问题就始创穿梢外交 展现他的灵活外交手腕 基辛格亦都是结束越战的美方主要谈判人物 1973年因此获班诺贝尔和平奖 但获奖惺来不少争议 因为他72年未经南越政府同意 公布停战草案 一度令到谈判破裂 并且将越战扩大到简报债和老窩 基辛格1923年在德国巴弗里亚犹太人家庭出世 年轻时期见证纳水政权崛起 他在1938年即二战爆发之前 同家人移居美国 二战期间入五服役 1954年获哈佛大学颁法哲学博士学位 之后加入政府工作 1973年正式出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 先后获尼克逊和福特两任总统上识 出任这个职位 福特曾经赞扬基辛格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他新前成立的基辛格协会说 基辛格星期三在康涅迪格的寓所离世 享年一百岁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宜报道 而在北京 外交部说中美要继承和发扬基辛格的战略眼光 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 基辛格博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是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建设者 他长期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发展 先后摆于四访华 被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做出历史性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就基辛格博士逝世 向拜登总统致宴殿 对基辛格博士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 向其家人表示慰问 现在我设客赞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回来新闻时间 跟进一下区议会地方选区选情 今天看看黄大先西 黄大先区有不少高龄居民 而且人口密集 但区里面一直没有传科医院 候选人又会怎样协助区内的居民 黄大先区人口平均年龄达到50岁 是全港最高 区内有三间医院 不过都是没有急证室 居民要看急证就只能够跨区 去到广华医院或者伊丽莎白医院 黄大先西四名候选人 都关注当区的医疗配套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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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应对到我们人口老化 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 急切去解决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之下 去加一些服务上去 或者加一些病床服务 一定是会最直接 也是我们最短期可以达到的 如果性母医院在重建之后 起码提供到一个24小时的门催服务 起码我们的街坊朋友 如果真的大家晚上都需要求产的时候 就算去不到急证室 都起码一个24小时的门催 希望你支持 谢谢你 居民他们依靠的医疗服务 都是去回公营的医疗 现在我们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时间 在黄大先区大家一起再讨论 有没有哪些地方 其实是便捷度 可达度 还有各方面的配套 能够可以去做到一个全科医院 黄大先正正是我们18个区里面 唯一一个是没有急证室的 所以这件事是我们重中之重 我们希望可以去推行到 另外一件我自己希望做到的 就是我们中西医协作 所以对于黄大先这么老的区分来说 是很重要的 医疗以外作为区业员 可以怎样令到区内的老友记 住得安心又放心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长者 已经住在他们的家里 已经是说几十年了 其实他们的设施都比较残疚 我觉得特别是可能浴室的设施 其实几十年前那种设施 都未必是满足到现在的需要 所以我们都去帮他们 看看怎么去改装 例如说可能是加装一些防滑的扶手 早安 早安 去用好我们最新的叫做乐龄的科技 是一些可以负担的 以至到一些老友记 如果在家里或者他们是伤老的家庭的话 在家里都可以用科技去协作辅助 去监察他们的健康情况 而万一大家需要到的时候 特别可以有相关的单位去支援 一些日间的互利中心 无论是长者还是家庭服务需要的 我们都觉得这方面我们都会建议给政府 从黄大仙来看 其实都有不同的政府设施 我们觉得希望增添这方面的服务 未来的区议会我们都希望可以有服务 三四十年前我们大家都很年轻 一些在屋邨设计上的 其实没有想到那么多长者的问题 每一个老人家走这个楼梯都真的很辛苦 他们分分钟是要背着它下降 除了是建设一些不同的电梯方便之外 也都要留意一下 是否可以取消一些梯级的设计 还有黄大仙东的选区 人口多达四十几万人 又在黄大仙当选的四名地方选区区议员 平均每个人就要服务十万人 是全港最多 无线电视机制不介练不介练 承巴全港第一部 轻能三轴双层巴士获正式发牌 将会做道路测试和培训车长 最快明年一月投入服务 承巴这部新力军外形和电能巴士相同 除了是全港第一部获发牌的轻能巴士 更加是全球第一部轻能三轴双层巴士 由承巴和内地威慈腾汽车共同研发 轻气经燃料电池产生化学反应之后 会转化为电力继续推动摩达 期间只会排放升水 承巴说採用的四型柱轻瓶是属于业界最高规格 并且设有多种监察器确保安全 这个轻瓶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认证 能够抵约一个撞击火烧 甚至是坦达车剪压过都是没问题的 我们都布置了不同的监察系统 包括温度监察系统 压力监察系统和轻气监察系统 如果我们发觉这个数据上是有差异的 它会有一个指示在我们的车庄标板上显示出来 和相关系统是会停止的 基本轻瓶巴士的冷气散热系统就放在近车底的位置 和一般柴油或者电动巴士不同 柱轻瓶就放在较高 原因就是一旦有突发情况 轻气可以很快向上排走 不会积传在车里 承包说样板轻巴每次入满气只需要10至15分钟 比起电动巴士充满电要大约3个钟头快18倍 造价800万 强调不会将成本转价给乘客 而明年会再引入果凉板提升续航力 承包会安排道路测试和培训车长 最快明年一月投入服务 但由于法例所限不可以洗经隧道 初期只会在九龙行驶 3 2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承巴轻能巴士及家轻站启动礼 致时的时候说目标明年提交制造 主运和使用轻能的修例重案 政府会透过推导轻燃能的技术试验项目 并且参考内地和海外的轻能发展经验 定立本地长远去使用轻能燃料的安全运作框架和法规 从而促进香港在轻能经济的发展 李家超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等 之后试坐轻能巴士听诚给他介绍 无线电视记者吴家軒 国际方面 哈萨克有旅馆发生火警 让城13个人死亡 在最大城市阿拉木陶 大批警察和消防员在火警现场拉起封锁线 起火的旅馆有三层楼高 拘捕地下室在清晨近6点起火 当时旅馆一共有72个人 其中59个人安全撤离 当局说大部分原谅者是当地人 另外有4个死者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乌兹别克 当局调查起火原因 旅居英国12年的一对大红猫 甜甜和阳光将会在下星期翻回中国 而爱丁堡动物园 在关闭大红猫管设之前 安排这对活宝贝和旅客告别 同样20岁的痴性大红猫甜甜 以及红性的阳光 是目前旅居英国的最后一对大红猫 不少红猫爱好者知道它们即将回回中国 纷纷赶到英国爱丁堡动物园 向它们送上祝福 2011年12月 中方将甜甜和阳光租借给爱丁堡动物园 原方每年要向中方矫妇 折合大约783万港元的费用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和苏格兰皇家动物学会 原本签订的10年租约 这对大红猫要在2021年回国 但是因为新冠疫情而压后两年 过去12年来 外界一直希望甜甜和阳光 可以在动物园产下BB 即使原方多次尝试 令它们自然交配 甜甜又接受8次人工受孕 都未能如愿 据报两只大红猫将在下个星期 在自养员和兽医的陪同下 从爱丁堡返回成都 之后中方人员 在大红猫范育研究基地 隔离观察它们一个月 无线知识记者谭慧音报道